但是新疆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不一样 就是个人还是在试 好 看一下比赛开始 这边广东队是拿到了第一波的进攻手军 单点拿下时针 还是联防 范子明转移 出来阿布晃一下 进来了 这应该是后面吹了孟朵的篮板球犯规 这个身前身后都有人去协防这个位置 是拉爆人了 这也没办法 你高度在这摆着 范子明已经在 也是个投手 没有投中 没有潮人潮得很出啊 出底线 多一枪好球 这球给的漂亮 阿布这位 范老师身材那么魁梧 每天他天天晚上看什么节目 看丰伟人间 我一般11点开始看这类的节目 阿布这边错位 其实可以打苏伟啊 漂亮 今天阿布都沙拉木呢 进的可能去转阿布 特兰那边也空了 突破好球 二加一 阿布这一节开始之后增加了自己的个人进攻啊 对 去年像什么王新凯啊 曾凡 好机会 曾净这个球传得漂亮 特兰那三分球不中 蓝本球被范子明拿到了 但是这个发起是更好的发起啊 漂亮 二加一 二加一 新疆的主要两个得分点 一个是阿布杜 一个就是亚当斯 对 分球 哇 周一翔这球够难打 蓝本球新疆就拿到了阿布杀拉木 好球 篮下的勾手 出色 另外一个内线上这个曾凡日 好球 新疆的这次拉空内线 还有一个问题啊 这球迷没发弹幕啊 没注意到 好球 亚当斯底脚三分球 阿布杀拉木好球中间可兰的空切 好球 好球 这两个正常轮换 就是广东和辽宁这俩队就是 该是谁啊 正常轮换 阿布底脚三分球还了一个 到了第四节 你这个广东队现在领先的这刚刚领先的这两分 确实不足以让他们是拥有优势的 因为到了这 对对 但是这这球啊 你这激单是素养吧 确实有人传有人跑 但是动作啊 嗯 亚当斯又来了 越战的五分钟 好球 同样也是不开始传球 嗯 篮下呢是阿布杀拉木 底脚可兰三分 可惜 阿布杀拉木 海棋漂亮 嗯 传来的这种气氛紧张 看一下亚当斯 亚当斯出货 给到阿布杀拉木 好球 篮下感觉非常出色 嗯 四十二点八秒 哎 五秒钟 再来再来 赵瑞 给到孟多 孟多进来了 特步 重视力 绝杀 绝杀 最后孟多绝杀了比赛 孟多最终的四分 帮助广东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我 他天呐 129分127 我 在孟多快把自己的小心带给打 好